自2019年安心事件後 黃心穎在娛樂圈消失了三年 近日收到開刊子和無線緣約恢復自由身 事件發生至今擔當樂隊鼓獸的黎曼 一直陪伴在心穎身邊 黃天不負有心人他終於獲得肯定男友身份 還住在女方家 還時不時拍拖放狗享受二人世界 一前下午五點多 心穎和黎曼拖著兩隻愛狗去公園散步 期間南方發言記者立即大為緊張 全情急如胡花 反而心穎表現大方奔向自己的近方 心穎有沒有想過復出呢 現在有沒有接工作 我和前都市演員一樣 原來有沒有想過復出的大計 對,再想一下 會否想著結婚 會否想著結婚 這國明是一個… 我想我會想一次 雖然心穎指結婚還需要等 但這次是她首次承認和黎曼的關係 南方當然開心 還不忘在女方面前工作 近距離反拍記者意圖相當明顯了 然後她們就兩個人走回去外巢了 心穎在娛樂圈消失的日子 大部分時間都足不出戶 平日沒有男友陪在身邊 就會自己一個人到公園放狗 多數都會在黃昏時間出動 有時候就由黎曼負責大狗下街 相處的模式就好像奴婦奴妻一樣 雖然心穎已經有幾年沒有公開 但水頭依然十足 原本駕駛過百萬立跑的她 換了一部同牌子的新型SUV 去年她以一千萬買出啟德單位 賬面賺過百萬 竟真投資有道